早餐 不亂睡 怎么这么奇怪呢 我先走了 今天晚上有空吗 一块儿吃个晚饭 有 那六点行吗 西餐怎么样 我都可以 有些关于航天材料方面的问题 想要咨询你一下 你不想醒你 这是什么 你不想要咨询 你惨不得咨询 我不是说 怎么会肥肉 是因为肥肉 是否有关的 你不不不不可以 是因为肥肉 也是要咨询 肥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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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好看 这套礼服我敢说今天穿了 比走秀模特还好看 那必须的呀 粉丝都半个月没见人了 今天晚上必须惊艳 好看好看 突然觉得我是一个女明星 那不然呢 你是什么 我是没有感情的匹配机器 没有感情的瞎鼓鼓儿 没有感情的鼻头奔跑车 那你还提醒我了啊 正好现在采发也结束了 离正式演出还要几个小时呢 正好练一下王者啊 不不 我今天要休息 手机给我 我绝对不会打开王者荣耀 我只看直播 你确定 我确定我都不会打开那个图标 你这么一说吧 我就更清晰了 你现在这方面啊 没什么研究 看来还是你涉猎得比较广泛呢 如果实际我需要的话 回去我发几篇相关最前一的论文给你 赶紧给我 让我好好地学习一下 不过话说回来 我还是希望你能够尽快地 到我这个团队来 这样我可以轻松一点嘛 明年我们起码有两个项目 是和这个有关联的 非常需要一个在这方面 有知识积累的分析师 最近几年 这个领域确实热起来了 说实话 就是他们 符合我们条件的人才呢 也不是没有 但就我来说 我还是希望你 能够到我这个团队了 毕竟咱们是自治人嘛 是吧 那天你也跟我说了 你已经答应了你咱老师 要好好地考虑一个月的时间 那我也不催你 等你有了答案之后再通知我 今天就当做咱们减两条吧 师兄 谢谢 对 你师兄还那么客气干吗 来 祝我的师弟早日回到地球 在不在 在不在 在 现在没事做 我们去打一局吧 再跟师兄吃饭 还需要半小时 哎呀 我说师弟啊 你这个魅力呢 可是不仅当你的弄 嗯 啊 你还不知道啊 你那天到我公司去了之后啊 我快给我们公司那些小朋友 给烦死了 一直追着问我 这帅哥谁啊 哪里来的客户啊 当他们知道 你有可能成为他们新同事的时候 我那简直就炸了锅了 哎 颇有你当年在足球队的盛况 那时候你进了球队之后 我们整个足球队可是全校关注的第一啊 哎呀 也算对得起我千辛万苦地把你拿到球队来 原来你们拉我进队不是因为我的技术 技术 肯定是技术啊 这 长得帅也是一种技术嘛 聊一下你的个人问题吧 那天我见了沙包之后 他说 他说你还是单身呢 就你这样条件的单身 还有没有天理呢 那你好了叫我 我嫌自己去玩 帅男人 单身好 没必要那么快找女朋友 而且 你马上要更骑虎可居了 哎 对了 待会儿吃完饭出户 有什么安排没有 我有俩朋友啊 在旁边的酒饭喝酒 要不要过去一块儿喝一杯 我就不去了 下次吧 有话约了别人 我就说吧 这帅哥的夜生活 一定是丰富多采低 那行了 不管你了啊 待会儿 就让那些女同事失望地回家吧 干杯 咪咪 咪咪 你在干什么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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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上场时间还早着呢 余老师让我抽框练习 我能拒绝吗 我不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